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第94集 今天我准备把第三条小路给做了 但是每条小路之间呢都有一大块农田 先量一下这里的麦地 因为中间的那条路两边的农田都是一样大小的 哎呀妈呀51格 这个麦地有这么大吗 一行就是一捆小麦呀 而这里有32行 一次就能收割32捆多 而这样的地我要做两块 那就是65捆哪 哎呀妈我成技术婆了 多了一格 然后放个星光包子标记一下 就从这里开始挖吧 挖了之后填上土块 农田做完之后呢 再在那边做一条七个宽的小路 路在另一边再做块小农田就可以了 哎呀妈呀 这可真不是人干的活 因为用不了蓝图 我是一块一块填出来的 差点勒死我了 就是这里种什么好呢 我还没有想好 小麦土豆和萝卜都已经够多的了 刮的话我会种到沙漠脑爷爷旁边 花我已经在路德里一边种了 哎那就先放一放吧 先把路德两边绿化一下 光秃秃的没有树木 实在难看的很呢 重点桃花树呗 粉色的花瓣飘啊飘的 好漂亮的 就在在这里 哇哦 还有一个蜂窝呢 嗯 我觉得不应该在在中间 因为要放箱子呢 就在在这个交叉的这里好了 先栽一个 然后把之前的那个砍掉 哎呀 它们连在一起了 在蜜了 哎 不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把它们栽到最宽的那条路两边 这两条小路在别的树 对就是这里 全部在桃花树的话也不好看 必须要有点别的颜色搭配一下才漂亮啊 对吧 我现在可不缺便便的哦 因为我又把小猪狠狠的摧残了一番 它们现在对我是恨之入骨啊 来 让我们策马奔腾在这花海之中吧 怎么样 漂亮吧 浪漫吧 你说我要不要再挂点灯笼呢 现在我去砍点松树 因为家里没有松树苗了 顺便弄点松果 剪点树叶 我答应给小飞飞种松果的 一直都没有兑现 可大家整理了一下 继续在树吧 就在松树 哎 这个松树是不是太茂盛了点 把兜都折了一半 哎 还是先把那边的野栽了 回头再看看要不要换一种树木 这边就在白仰木吧 要长得高大一点 太矮的这一种 还是卡纳重新栽吧 边上的这一棵怎么这么矮呢 也没什么挡住它呀 哎呦喂 第二次了哈 还是这么矮 第三次了 太过分了 这是一棵倔强的矮树呀 哈哈哈哈 我吃饱了再砍你 再再一回 这是第四次了 啊 总算是好了 看 这白仰树里也挺好看的 我还是把松木林改造一下吧 我把边上的柜子移到了中间 在这里栽果木吧 可是这也太矮了吧 砍了重新栽 可是我一年再拿它三次 还是这个样子 难道是这里风水不好 我换个地方 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这个果木本来就很难长成大树 那我只好使出绝招了 材料很简单 就是多几个木头而已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打个辅助上去 给它试肥 哎好像太高了一点 把它砍下去一格 再给它试肥 长大之后呢 把中间的土块 换成木头就可以了 怎么样 这棵树是不是 瞬间就变得高大了呢 用这样的方法 你想让它长多高 它就能长多高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树造完甲之后 我是说把树种得高大之后 再把这里下的星光包子 换成木头就更逼真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 收藏加点赞哦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